2023年春天,东北题材悬疑剧《漫长的季节》开播 豆瓣87万人参与评价 9.4分的高水准让东北文艺复兴再次伟大 而在夏天千呼万唤使出来的《月下三》当中 来自东北的《二手玫瑰》 将它们浓缩着民间情趣的摇滚乐搬到了荧幕之上 吉他与唢呐、红色高跟鞋与东北老爷们 嘹亮的唱腔与悲悯的歌词 这些色彩鲜明的元素让《二手玫瑰》依然独领风骚 展示着《二人传》摇滚的独特魅力 这期节目就让我们以《二手玫瑰》的音乐为切入点 聊一聊近几年热度不减的《东北文艺复兴》 1998年除夕哈尔滨的夜晚天寒地冻 20岁出土的梁龙驻守着空荡荡的保安室 电视机里相约酒吧的歌声悠扬而明媚 他心里却伤怀着自己不着编辑的摇滚梦想 任谁也想不到 五年之后 他不仅发表了自己乐队的处女作专辑 甚至和电视上的一位天后陷入了如梦似幻的雾水情缘 90年代一时 《下岗潮》让东北天空雾碍沉沉 伤势与迷茫成为了情绪的主旋律 但至于那时候的梁龙关系不大 他的书读得不是很好 第一份工作是化妆品销售 靠着卖化妆品攒下的钱 20岁左右的他搭上了一辆前往北京的绿皮火车 前往迷迪音乐学校拜师学艺 然而高昂的学费让梁龙吃了个闭门羹 回到省城哈尔滨成为了一名宾馆保安 如果梁龙的第一份工作卖的不是化妆品 而是下面这款产品的话 我相信他一定能够交得起迷迪的学费 今天给大家隆重介绍一款主打控油去痘的护肤产品 谷雨白浅水乳 因为白天我要在一个大厂上班 所以大部分剪视频和写稿都是要熬夜来完成的 而且压力大了 总爱吃各种高油高糖的垃圾食品 很容易让皮肤变差和变油 在使用了谷雨给我寄来的这款产品之后 最直观的感受还是皮肤出油少了很多 脸上总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干爽的状态 而除了控油之外 长痘的情况明显少了很多 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的干净还有清爽 可能有人觉得这是我的一家之言 不过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数据 也说明了白浅水乳的功效 白浅水乳使用有欧盟认证的 天然矿物质控油微球 以及挫窗克星组方 使用后7天痘痘粉刺减少15.8% 油脂减少20.57% 实现8小时长效控油 如果你是油性皮肤或者做吸引食不规律 或者处于有长痘烦恼的青春期 都非常推荐你购买这款产品 30秒急速完成护肤流程 两句加起来只要100块出头 点击评论置顶的蓝脸就能够购买了 1998年梁龙21岁 正是人生最生猛的年纪 在保安室中 他左手艾伦金斯堡 右手杰克开罗亚克 就爱琢磨垮掉的一代 在保安室外 他混迹哈尔滨摇滚异笑 结识当地有志青年 组建了二手的前身黑镜头乐队 值得一说的是 也是在这一年 一名叫做摇篮的吉他手 加入了一个名叫紫环的乐队 开启了他的乐手生涯 正所谓精灵启事池中物 是在摇滚乐的梁龙 在当了一年多的保安队队长之后 就因为跟自己最好的兄弟 打了一架 而被宾馆经理开除 1999年被开除了梁龙 带上了乐队录制的几首demo 打算再次进京事实运气 在朋友介绍的唱片行里面 老板听完梁龙的demo之后 毫不吝啬地羞辱了梁龙一番 然后转身 把另一盘磁带放了进去 并告诉梁龙 好好听听 什么他妈的 叫音乐 黑镜头时期的作品 如今无处可寻 梁龙在采访里面说过 当时的创作 基本就是对主流摇滚乐的 一种拙劣模仿 所以这段野孩子的生活在地下 直接把他给干蒙了 没想到中国 还有这样子的地下原创音乐 第二次败走北京之后 梁龙不仅没有抓住自己的梦想 还发现自己七七哈尔的家没了 因为生意经营不善 梁夫梁母不得不卖掉房子 而搬到了别处 为难之际 恰好隔壁村有一个叫小生子的热心乐迷 找到了梁龙的乐队成员 并请乐队去他们的村里 住下排练 在白山黑水的广阔天地之中 梁龙发现摇滚乐 并无法保佑劳动人民吃顿饱饭 艾伦金色宝的永探 远没有红红火火的二人传 来得实在 这是许多二手乐迷都熟知的故事 在这个民风淳朴的偏远乡村当中 梁龙五亿间获得了命运女神的垂青 一天午后 梁龙叫住了小生子的小表妹 让她随便说三个数 紧接着梁龙就用她说出的六四三牌子 创作了这首《彩花儿》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在田野与炕头之间 梁龙体会到了与城市完全不同的生活景观 他送别了垮掉了一代 开始干农活 听二人传 与轻飘飘的自己做了一个彻底的切割 这样的体验让梁龙抓住了黑土地摇滚乐的根基 在接下来的十天里 梁龙一口气创作了十多首作品 在县城的一个连歌坊里面 他完成了二手的第一盘demo 并趁热打铁把乐队改名为《二手玫瑰》 次年春天 第二届哈尔滨摇滚音乐节举办 《二手玫瑰》受邀前往 就因为主办翻忘记给《二手玫瑰》发包子时 感觉被针对的梁龙一气之下 在演出前喝了顿大酒 上台前借着酒劲突发奇想 温身边女孩接了花妆品 在脸上胡话一通 紧接着在舞台上一顿胡感 媒婆的妆容配合上他们的摇滚二人传 这样别开生命的演出 让所有人记住了他们 民族朋克的名气渐渐在东北打响 2000年前后 梁龙带着《二手玫瑰》的作品 《第三次进京追梦》 这一次他依然是独自艺人 贝斯手烧锅炉去了 骨手干烧烤去了 崔索娜的小生子则升入了师范学校 直到半年之后 他才组成了新的《二手》 在跑了几场公演之后 《二手》受邀去北京的CD咖啡演出 同场表演的 还有1999年成立的痛痒 台下自有崔剑 邱爷等一种摇滚老炮 用梁龙后来的话说 当晚的演出完全是他精心的设计 无论是上海滩 吴女士的妆容 还是那句引爆全场的经典金句 2003年《二手玫瑰》发布了处女作《二手玫瑰》 并在当年的12月13日 在北斩开办了专场演出 《放眼神舟》除了崔剑之外 只有二手获此殊荣 这张在今天看来 依然非常硬的专辑 奠定了二手的历史地位 他们在硬核的宏大严肃 朋克的横冲之状 后摇的犬入忧伤之间 精准找到了一种 浓缩着民间情趣的摇滚形式 吉他与唢呐 红色高跟鞋与东北老爷们 嘹亮的唱腔与悲悯的歌词 这些南辕北辙的元素 被《二手玫瑰》进行了有机的结构重组 如同令我疯狂的抽象文化一般 让八点钟的太阳门 先是痴迷其放浪形骇的艺术形式 紧接着抓二脑塞 其背后的文化内核 这种以解构与重组为内核的创作手法 是《二手玫瑰》真正压箱底的绝活 从2003年的《二手玫瑰》 到2006年的《娱乐江湖》 乐队早期最富盛名的《火车快开》 和《命运》的歌曲 都试着对生命无常的悲凉底色进行揭示 继而试着让这份悲凉 消极在他们嘹亮欢快的吹拉弹唱之中 从这样的视角来看 我们也就能理解 为什么管虎的生存之民工 与韩杰的哈喽树先生 都必须在其中配上一段二手的音乐了 如同《二手玫瑰》以乐解忧式的音乐表达 我认为东北文化最令人着迷的部分 也在于它应对时代伤痕的方式 东北二字似乎隐含着两个遥相对立的平行世界 它既是王明摄像机中街道摔腿 工厂消沉的西铁区 又是收纳马大帅范德彪的维多利亚歌舞厅 它既是刁衣男镜头下令人绝望的白日焰火 又是花好月圆的乡村爱情 时代的转折 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最残忍的伤痕 却也缔造了无数至美至患的文艺经典 2008年 在贝斯手李自强加入乐队之后 二手进化成了今天的终极形态 他们分别是主唱梁龙 贝斯手李自强 吉他手姚兰 鼓手孙权和名乐手吴泽坤 童年梁龙联合了一众乐队 推出了翻唱专辑 《你在红楼我在西游》 这里面翻唱了西游记《红楼梦》的多首经典曲目 像《万小丽的女儿情》 同样的《感闻录在何方》 一样换头的《藏花银》 以及二手的《汪宁梅》和《西天合璧》 《万里遥》 都是UP非常喜欢的改编 顶级音乐人的加盟 保证了专辑的音乐品味 而在音乐之外 梁龙也策划了《现代艺术展》 来拓宽这次合作的维度 如果我们算上2010年《二手玫瑰》 推出了另一张翻唱专辑 《人人有颗》主唱的心 你会发现梁龙做的事情 似乎已经超过《摇滚乐》的范畴了 是的 在乐队出名之后 梁龙的确变得有些置不在此 心思更多转向当代艺术领域 在很长一段时间 他都泡在北京的七九八 举办了相当多与音乐有关的当代艺术展 他在许多采访中都坦言 自己几乎不听音乐 音乐圈的朋友 不如艺术圈的朋友来得多 梁龙的韩国妻子 也是一名当代艺术家 如果不是姚兰在08年前后 往回拉了他一把 可能2013年的专辑 《一支独秀》还得再晚几年 《一支独秀》 《一支独秀》贡献了二手玫瑰现象级的作品 《虾儿》 乐队也在2013年登上了工体 举办了多年来最被粉丝津津乐道的摇滚无用演唱会 然而在近些年也有一些声音指出 从第二张专辑开始 二手只不过是在重复自己罢了 哎呀我说命运在今天依然响亮 但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过后 喜欢养狗不爱洗头的万青 和于是向大海走去的草冬 正渐渐取代了二手式的表达 成为了收听时代情绪的电台密码 对于2013年之后 二手玫瑰在音乐上再无突破的观点 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可呢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 从一支独秀往后 梁诺的身份的确变得越来越多了 从摇滚主唱 当代艺术家 接而拓展到了影视剧演员 脱口秀嘉宾 火锅店老板 综艺导师和美妆博主 他也不惜花重金 投入到与摇滚相关的当代艺术当中 从摇滚上市巡演 到艺术唱片 到摇滚艺术展 从摇滚火锅 到摇滚运动会 龙一坦言这些买卖 让他赔了不少钱 但也化解了他的中年危机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个人理想时代结束了 公共理想时代到来了 其后的十年里 龙一践行着 让摇滚乐走向 当代艺术的公共理想 而中文互联网 则迎来了 东北文艺复兴的时代狼潮 我们似乎很难明确 界定东北文艺复兴的烂伤 到底为何 是董宝石的野狼disco吗 是青红皂老白的 赵本山劝小丑吗 是虎哥一脚踢开的那个盛夏 还是B站标学家们的 集体狂欢呢 任何能担得起 文艺复兴桂冠的内容产品 我认为都拖破开 三个重要的组成元素 它们分别是 美好的过往 失落的昨天 和新时代下的追思 东北文艺复兴 已是如此 这样的空谈难免有些抽象 不如带入到 今年大火的悬疑剧 漫长的细节中来看 这部剧的镜头语言 叙事节奏和配乐部分 固然都堪称经典 但这部剧的核心 还是在于 以往想为中轴线展开的各个角色 在时空的两端回望彼此时 所迸发出的那股 战产人心的力量 它们都有着辉煌的过往 二十多年前风华正茂 在各自的轨道上高歌猛进 当它们被时代的急刹车 甩出轨道时 如此生活三十年的大厦 悄然崩塌 每个人的命运 都如红毛一般不可掌控 遥望时代变迁后的 起落臣服 是东北文艺复兴的宏观框架 而小人物在宿命牢笼中 所呈现出的那种乐观与深情 则是东北文艺复兴的 微观内核 正是这两重带有宿命味道的 反差景观 构成了东北文艺复兴的 不结源泉 这种极富时代感的创作主制 也造就了文学上的 东北文艺复兴 双雪涛正值班宇 这三维目睹 东北从繁盛到衰落的 80后作家 在过去的十年当中 贡献了许多带有 魔汉现实主义的东北故事 从粉艳街到穷鬼乐园 到微光明区 他们笔下的东北 如同莫言宇宙中的高密东北乡 通过对这片 冰冷广袤土地上 人和式的追溯 来探寻时代变革下 人性深处的优微 在影视剧方面 这种以东北时代性 为线索的作品 也创作了无数文艺经典 在2011年的 《哈喽树》先生当中 王宝强通过精神的演技 呈现出了一个 在东北乡村 被原生家庭 迫害成精神残疾的小人物 是如何与时代脱轨 并逐渐走向崩溃坍塌的 同年另一部电影《钢的琴》当中 导演刻画了 以王千元为轴心的 东北诗意群像 让他们通过 用钢材造钢琴 这样不合常理的事情 来体现这群时代妻子 是如何用乐观的态度 去安放失去过往的 2014年的 《白日焰火》 则用无比惊艳的镜头语言 拍出了东北的残酷美学 展现了时代转折后 这片土地上 不断积蓄的压抑与隐忍 与白夜行 异曲同工的设定 让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成为国产悬疑篇的天花板 而廖凡在片尾跳舞的神来之笔 则巧妙地注解了一代人 从失忆到解脱的内心历程 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到音乐作品上 会发现这样的理论同样适用 2019年 野狼迪斯科的成功出圈 让董宝石在33岁那年 走上了自己说唱生涯的职业巅峰 得到了他五人族时期 没有得到过的名和礼 对于这种火道 可以上春晚的说唱大金曲 分析他的flow和编曲 没有什么意义 显然这首作品的重点 在于他的创作动机和表达方式 冒着一股热乎气的东北话 配上迷幻的争取波 穿衫上带有大茶子味的乐语旋律 这是野狼在微观层面的反差感 一瓶大绿棒 胸口郭富城 大背头BB机 这些具体可感的描述 又让这首歌溢出了一种 如梦似幻的怀旧气息 而原版歌词 在开头对蒂耿斯双成记的引用 则是让他具备了 互联网抽象艺术的美感 归根到底 如果褪去了这些符号鲜明的时代试点 比如变成讲述昨晚的抓手指回忆 那么他最好的结果 就是比见陈生的Why Night in北京 而大概率会变成 健将那样的一拖大便 一年之后 另一首以东北网式为创作动机的歌曲 同样火出了圈 它就是刘爽 在东北采风时创作的墨河舞厅 极光 野火 漫天的大雪 凋敝的舞厅 这些北国以北的独有景观 构筑了这首歌残忍浪漫的气质 但真正赋予这首歌生命力的 是张德权老人 对王岐三十年生死两毛毛的坚守 是通过歌曲旋律 让我们调入的对旧日美好的凝望 当然如果没有B站up主门的存在 东北文艺复兴就如同没有粗蒜的饺子 差了几分味道 在B站的集体狂欢当中 我们看到了旧王的永不落幕 赵本山 范围等东北群星 在踩点 抽针 AI换脸的技术加持下 在现代夕阳趣味与旧日东北风情的融合中 呈现出了一种在人文历史中 前所未有的艺术姿态 作品的抽象性 放眼人类历史也是相当炸裂的 让看过的年轻人心甘情愿的 为他们献上两枚硬币 我们也看到了新时代的陈伦 他可能没买过一本漫画书 但他可以是一名二次元 他没有当过一天兵 但他也可以是一位将军 他们风华正茂 年富力强 却仿佛早已位列先班 他们在急行的时代列车上 精准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用如今示威的狠活 为自己列传著书 最终活在了无数褒疆的 二创作品当中 正如鲁迅说的 有的人活着 他们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们还活着 在说了这么多的废话之后 让我们再次把视角转向 梁龙和二手玫瑰的创作上面 两年前的今天 乐队发表了最新专辑 《冰城之下》 正如我们上面探讨的文艺作品一致 对旧时代的追思 也构成了这张新专辑的创作动机 以同名曲《冰城之下》为例 其中散发出的淡淡哀愁 在二手的过往作品当中并不常见 我们印象中的二手玫瑰 是冲撞的 嘹亮的 戏谑的 但这张专辑 更像是一个中年旅人 在黄昏的阳台上 对着泛起的暮色 点燃了一根来自故乡的香烟 对此 我的理解是 致力于当代艺术的龙仪 在创作层面 踏入了东北文艺复兴的河流当中 与所处的时代再次共情 在最后 你可能会问 视频整得挺宏大叙事 那么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理所应当地认为 千禧年后的美丽新世界 将是持续而不可逆的 至少在我的青春期当中 我是一直都这么认为的 每个人都习惯了近20年 有序向上的时代气息 而从近几年开始 精深内耗 行业寒冬 拥抱变化这些词汇 正渐渐成为我们这代年轻人 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处境 而在最近我不断思考 未来的教科书上 会用什么样的文字 来记录和形容 我们当下这个时代 长久以来 我都习惯了 以历史看科的身份 茶余饭后着东北文艺复兴 这样的情绪内容 而在不经意间 我们已经成为了 历史的一部分 不难想象 也许在下一种 文艺复兴到来的时候 我们便是其中的角色 或是背景了 因此对东北文艺复兴的探讨 其实也就是对我们 所处时代的关照 也许有天我们会对着 那年的沈阳大街感慨一句 初看不知剧中意 再看已是剧中人 当然 我希望这一天 永远不会到来 我是今天up主海边的卡卡罗特 一个关注时代故事的up主 长视频制作不易 如果你觉得我做的还不错的话 求三连 求关注 你的支持 是我继续做下去的最大动力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